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的 在1月6号委员会去传唤了川普的高级助手 被传唤四个人 一个是梅多斯 川普的白宫办公室主任 第二个是Dan 川普的社交媒体的最主要的帮手 第三个是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的办公室的主任 叫陈派戴尔 第四个是班农 他大概传唤的理由 说梅多斯是因为白宫办公室主任 所以川普的所有官方行为和意见 他都应该知道 所以他目标是川普 第二个是Dan Dan是因为是川普的社交 在大选中川普社交媒体的主要承担者 对川普跟川普时间长 所以对川普要了解 第三个是米勒 米勒办公室的主任 代理国防部长 要求他想了解当时五角大楼在1月6号的时候 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本身 他们对这些暴徒的当时军方的态度 第四个是班农 说班农在他节目当中说 1月6号地狱的楼顶要塌了 什么意思 说班农是策划者 这是他们发出信函的理由 谁干这件事情呢 西夫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加州的民主党人 是对川普恨之入骨的人 对川普恨之入骨的人 那他这个做法本身是违反章程的 他违反章程 因为被他传唤的人都是政府官员 那国防部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主任 白宫的美国总统的白宫的办公室主任 那但是他的幕僚了 那班农是跟这件事情表面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冲突很大的是两位官员 那作为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任 作为众议院的这个事情本身 在相应调查事情真相的时候 他们是有内部的一种循环系统的 西夫没有 西夫是直接透过媒体宣布 他把这个传票 他还没发到人家办公室 他透过媒体先出去了 他媒体的文章在先 所以米勒 米勒其实作为代理国防部长 是反对川普 在1月6号的问题是反川普 是强烈反川普 他自己也表态过 发表过声明 那结果米勒的这个部长的办公室主任 以这样的方式去发出 被发出传票 他明确表示说 这是违反基本的这个章程的 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来这期节目的问题是